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停地发生的 在讲这两件事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件昨晚的事 有几位巴友昨天找大巴在社交媒体上很紧张 大巴 斯朗在做直播说自己为什么离开卖联 听到这样的资讯我当然很紧张 第一时间就找那条片子看 搞了一段时间都很辛苦才找到那条片子看 但发现原来那几位巴友和我都被人找笨 因为现在实在太多人关心斯朗这件事 有些不坏好意的人在搞事或者骗人 不知道是谁 开了一个YouTube Channel 播出一段影片 那条片子就是说斯朗讲解 为什么他要离开曼联 而且还说去哪个球会 事实上一看下去就知道是流料了 为什么呢 一看下去那条片子就一直在讲 一个斯朗的访问 还有曼联 logo 还要明显地在曼联做的访问 大哥 斯朗怎么也好 都不会在曼联说这些话 是吧 再看一看 看多几个东西就终于被我看到了 那条片子就是 斯朗MUTV的访问 刚刚过了1月左右的访问 刚刚苏联沙走了不久的访问 他用这条片子 就骗like 说我看的时候 也有6万多人一起看 所以这些人 我觉得是立心不良 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呢 各位巴友不要紧 当你知道什么资讯的时候 最重要是和大把报料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 究竟这件事有多真有多假的 所以记得我们一起 所以就小心 不过都要小心 因为实在有太多假的资讯 好 那说回Fabissio Romano 这个比较上可信程度 比较高的一位人士 昨天的影片就这么说 他说斯朗拿岛根据他得到的资讯 就是说 对于曼联在转会枪做的事情 就觉得不足够 说真的 不是说之前签不到也不足够 就算签到马拉西亚 签到艾力臣 都不足够 那我不知道签到的资讯 算不足够 因为他就没有说得那么白 总之呢 他就说 斯朗拿岛觉得其他资讯 都做了这么多事情 曼联做的事情是不足够 就算现在我们说的 那几个资讯目标 就算签完 他都觉得是不足够 那这件事情 我就真的打破头了 因为昨天跟班班 讲这件事的时候 班班就说 会不会曼联在上季结束之后 他就答应了斯朗 我们会怎么办 令到我们有机会 继续挑战 但是没有做到呢 我觉得可能也有机会 但是重点就是 又问大家 你猜曼联答了斯朗 签了什么人 而令到曼联可以 即时挑战利物宝 和曼联 说真的 以曼联的班底 虽然坦克来到 可能整个整体会 会打得好 但也要时间 多厉害的教练 我想也要两至三个月 才可以将一队 比较像样 以及现在 跟全世界 差不多是最厉害的 两队去比较 是不是真的 一个转会枪 千多人回来 就搞定呢 我觉得 如果斯朗真的这样想 会不会真是 天真了些 他是老波骨 他很清楚知道 發生什么事 他亦都是天天在卡林团生活 这班人有多 糟糕 或者心态上有多难 調整 他比我们更清楚 会不会就是这样 所以说 袁桂当时曼联答 就是这样 现在就因为做不完 或者没有做 捉 所以他说你走 我真的不敢说 但我觉得 有点奇怪 另外 Febici Romano 也有说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首先 他说了一件事 所有意大利的球会 意大利的所有球会 都没有接触斯朗拿道 所以拿波利的那件事 都肯定是留的 因为他说 意大利球会根本没有钱 所以没有接触斯朗拿道 另外拜仁也很简单 他之前也跟文迪斯聊天 但是说了很多东西 斯朗不是讨论范围 还有拜仁在这一刻 仍然是对斯朗没有兴趣 如果真的 李文道夫斯基走了之后 有没有机会 昨晚 Kent 德国做龙门的球员 以前踢球 现在就做了拜仁的高层 就再出来说 他们都不会找斯朗 另外 就是车仔 当然 最大机会 现在就是车仔 那麦文迪斯也真的 跟车仔聊天 车仔的新的班主聊天 但是 大家记住 是聊天过很多事情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车路士现在在繁忙很多转会 但是并非斯朗拿道尼丹 他们在繁忙的转会 包括Curundee 即是西维尔的中坚 包括 拉芬拿 包括Stirling Stirling就差不多了 好像说 还有雷丹阿奇 即是曼城的中坚 之前借过去 是不是借过去 就是雷丹阿奇 以及狄烈志 他们都在谈谈 但是 新的班主 即是车路士 新的班主也都说得很清楚 签人的东西 其实最终决定权 他都会交给杜徒 这件事值得尊重 因为他都知道 主教练才是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 其实他们根本上 没有时间想思朗 即是班主曾经有想过 会不会签尼玛 施朗 这些 令到声音更多 亦都令到他自己的知名度更大 但是 他都尊重杜徒 杜徒用到就试一下 杜徒用不到就不试 即是车路士 还未知是如何 好了 也都最后说了 巴塞都竟然有份 这个也是我第二个题目 为什么一个这么流氓 一个这么无奈的球会 可以仍然存在 还要球员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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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下 施朗 有没有跟巴塞 文迪斯 有跟巴塞会长聊天 而他们两个很好关系 但是 在昨天来说 都没有谈施朗 纳波塔 也都 在这几天 曾经说过很多东西 也曾经提到施朗 他说我不会说关于球员 因为我们作出尊重 尊重曼玄 也尊重施朗 就不会胡说 另外也说 那一餐饭也很过瘾 也说了很多东西 所以 阿拉波塔 从来都没有说过 对施朗有兴趣 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但实际上也不知道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刚刚我们昨天 和大家说了敌装 我再想一想 其实这个故事 敌装这个故事 我们见过 正正就是去年 美斯这件事 基本上 其实 巴掌龙这一两年 都不停地 叫球员减薪 不停地叫球员 不要出量 遲些才出给你 也都不停地 在那里撒赖 正如敌装这件事 他根本就想 欠敌装那千多二千万 如果你转会 就没有数 即是不再出给你的 这样不停地威胁球员 有些就威胁他们走 有些就威胁他们不走 总之他就玩了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不停有球员 在中国投资 例如 刚才车路士的目标 拉芬娜又说 跟巴塞很近 李云道夫斯基 直接非巴塞不去 现在毛利头 又说施朗也有机会去 我觉得 为何一个这么无賴的球会 以及不是纳朴迪 现在的会长是这样 之前的会长一模一样 整天都在哄哄哄 说到天天无敌 做就无能威力 尤其在钱方面 简直是 根本现在说真的 他所谓的融资方案 就是先花未来的钱 就是将未来的电视收入 就现在先花了 你猜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吗 完全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而是只要将问题延后 以及将问题留给下一手的会长 他自己做完那个会长 就拍拍拖手就走 不好意思 这些完全对于我来说 不要说作为一间 运作得好的公司 是作为一间有企业责任的公司 都不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的管理 可以用不知所谓的形容 而 亦都直接地影响到 他们现在在比赛上高 球赛上高 都是看得不好 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駐会市员 乱来 就是比我们更差 如果有万元的駐会策略差 他们比我们更差 亦都因为这样 就令到他们财政非常大的困难 当然了 这个疫情也有关系 因为就令到他们收入少了 而且说真的 我都听过很多的Podcast说 其实很多巴塞的球迷 都开始对球会失望 但是 我最想不到就是什么 球会已经是搞成这样了 但是仍然有这么多 出名的老江湖 李雲道夫斯基这些老江湖 都被中国投入 其实这件事真的令到我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巴塞这个闹剧会怎么办 我就不理他 就是当花生吃 但是问题就是搞到我们 Anyway 无论如何都好 斯朗尼陀的一件事 Ferbicio Romano 还有一件事说 就是说 其实Ten Head 就是很想 真的坐下 跟斯朗聊清楚 究竟他想怎样 如果他真的要走的 就let it go let him go sorry 不是let it go 不是frozen Anyway 我就觉得这样 如果他真的 只是期待跟斯朗尼陀 开心见诚 谈完之后 就作出一个决定的话 我尊重他 因为始终根据 所有的报导都说 Ten Head 其实未正式跟斯朗三浪说清楚 我觉得做这个 要放弃斯朗的决定 一定要跟他谈清楚 先去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 所以 我希望斯朗 无论你想怎样 都好 尽快跟Ten Head 谈清楚 跟着就共同做一个决定 究竟你留 还是走 快快脆脆 因为都是正如我昨天所说 还有时间 如果你走的话 我们还有时间谈谈谈 就不要拖拖脸脸了 在这件事上来说 如果Ten Head 真的说 现在是不停的demand 希望跟斯朗谈完之后 就做决定 我就觉得 是一个 管理上高 是一件好事 希望可以尽快有结果 大家都可以说一下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还有 大家觉得 巴克赛这个球会 为什么还可以在球团存在 还要这么多出名的球员 还要中我投入去呢 我真是八思不一期待 今次来说 来到这里 多谢观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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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